大家好 这里是明哥聊太极 我是明哥 那么今天我们聊一聊太极权 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太极权的对错 很多人比较热衷于聊这个话题 很多在谈论太极的时候都说 什么样的知识是对的 什么样的知识是错的 太极是内加权 外形虽然是一个内容的一个载体 但是呢 太极权对太极权来说 它的外形应该说是不是太重要 不是太重要 因为什么呢 这个内加权它主要是通过 这个一定的方式 练到太极的功夫以后 或者是练之练的时候 主要是练内不练外 练本不练目练内不练外 这是太极的一个特点 那是不是有人会问 那你说什么有的人对错就没有对错了 有对错 这个事情看具体到什么方面 比如说 我们就拿杨士太极权来说 有的高碳码 有的手超过头 有的在北茂这个地方 那么大家看那个杨成浦的赤子杨正基的85式传统套路里的高碳码 这高碳码它的前手很指平 几乎不超过鼻子 几乎在鼻子这个位置 高碳码 高碳码几乎在这个位置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有这个杨正基的录像 那么有的高碳码呢 是超过头 那么这个谁对谁错呢 只要你的内里面内部是走的是太极的近 是打的是太极的要求 按照要求去打的 按照内加拳的要求去练的 那都是对的 这个 我 练太极拳练几十年了 大概今天算来五十年要多一点 但是我就是 不中外形 不中外形它有一个坏处 就是什么地方都不能比赛 都不能去参加 你参加比赛是肯定不行 比赛因为裁判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你好看不好看吗 漂亮不漂亮吗 这个内 有一句话叫什么 丑功夫 俊把事 意思就是 真功夫是丑的 就那个耍把事卖艺的 它是要漂亮 这个呢 所以说一说呢 这个太极的对于错 不在外形 我在民歌聊太极这个里面有一个套路展示 我的太极拳大家也能看得到 打得都不是太好 但是我就是内部就是按太极拳那个要求去打 别人说什么 是别人的事 我自己怎么打那是我的事 大家每个人都要本着这种思想去练太极拳 所以太极拳的对于错 还有一个就是 有的套路啊 是这样的 有的套路是那样的 我说的这个是有根据的 不是说我随便说对错 没有标准 不是这样 杨成普 他由 他的儿子老大 杨守忠 那在广州的有个视频流露出来 那个太极拳 和杨成普 和 其他的 这个杨成普的 二儿子杨正基 还有杨正多 等等 他们几个儿子 杨成普的几个儿子打的都不一样 而且他 你看这个录像的时候 会发现 他不是一般的不一样 很大的不同 其实呢 他的本质是一样的 那么这也就是说 我们学写字 开始是描红 我们描红 描红的时候呢 描得很像 但是描到一定的程度 写自己的字的时候 每个人写的都不一样 这是说你会写字了 那比如说你描红 永远是描红 永远描得都一样的话 那你还是不会写字 对 那也就是太极拳是 开始的时候跟着老师练 跟老师要一样的练 等你学会的时候 按照自己的心意打的时候 那和老师就不能一样了 肯定是不一样 一模一样 肯定是没学会 也就是说 太极拳在跟老师打得一模一样 一丝不忏 这个人一定是不会太极拳 可以这么说 凭什么 那我就是凭我个人的体会和 前代的名家 太极名家的视频 就可以看出 所有的名家 每个名家打得都不一样 我们就拿85式传统套路来说 你赵有斌啊 扎西啊 杨振基啊 杨振夺啊 杨成土啊 他们自己家里的人 打得都不一样 包括他传下来的下一代的人 传人 每一代的传人都不一样 一个师父教的几个徒弟也不一样 所以说 太极的对与错 是从内部去分的 不是从外形上去分的 这一点啊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我自己心里这样想的 这个有的老师说 你这样不对 那样不对 那样不对 把这个架子 说 看了比什么都重 当然你架子学的好 当然好 是不是 他有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感受不一样 好 那么 我今天就要讲的就是 太极拳的对与错 要从内部去分 也就是你的太极拳练的时候 你的内部的变化 你的气形于背 有没有气形于背 有没有这个松腰 有没有做垮 有没有这个气成丹田 气成丹田 你怎么才能气成丹田 这都是问题 你练的是按内部的要求去练 他就对 好 那么有一个人 要问到这样的问题 比如说 我不打套路 我只练太极拳的功 行不行 我个人 没有第二个人这样说 我个人认为行 什么原因 很简单 你推手实战的时候 你不会太极拳 但是你把太极功夫练到身上以后 一样的 应付这个对手的时候 是一样的 我在前几年推手的时候 遇到过一个人 他是在一个单位上班的 年轻的人 他24次太极拳 85次太极拳 他太极拳没学过 但是呢 他跟着我们推手的时候呢 已经推了很多年了 但是呢 推得很好 好在什么地方 他在推手的时候 他走的那个劲 都是按照太极的要求去走的 都是在 免礼长征 免礼国帖 的感觉都有 那么他这个 松 整 松劲啊 整劲啊 松 整劲啊 彭劲啊 等等 都是在太极功夫上了身以后 他自动出来的东西 他不会套路 推手推的 都非常好 这个 也就是说 套路是为功夫的 不是 不是 目的 功夫 太极的功夫上身是目的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这个 希望大家 对太极权的对错 对太极权的对错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自己在锻炼的时候呢 能够更能抓住本质的东西去练 也就是太极是练理 就是权理 不练力 就是力气 不是练力气的 练内 不练外 就是练内里边的 不练外形的 所以 还有就是 太极权还有练下 不练上 上面是不练的 太极主要是练下面 丹田到脚这部 上面不练 这是说法 各种说法 我是赞成这种说法的 好 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你订阅这个节目以后呢 我们就 经常能在这里聊 这个你有 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在留言的地方 给我留言 我会及时的回复你 好 谢谢大家